我叫朱大宝 这是我的学校 一个充满魔法的学校 恰恰告诉你 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有超能力 这是我的班主任王老师 他有一双特别厉害的千里眼 他只要推一推眼镜 就知道同学们什么时候到了学校 今天赵珊珊又是第一个到校的 值得表扬哦 我们学校其他老师也是一身的本领 你看体育老师要和数学老师换课 他们只要在手机上轻轻一滑就搞定了 更神奇的是王老师动了耳朵 就立马知道这条课的事了 上午的体育课和下午的数学课调换一下 下午的比赛咱们同学加油哦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顺风耳吧 而且我觉得王老师会分身数 你想王老师不仅是我们的班主任 还是我们的语文老师 他平时要上课 才会 听卷子 一个王老师怎么忙得过来呢 肯定有很多王老师 不过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最厉害的人物 我们的张校长作为一校执招 学校里里歪歪的大小事 他都清楚得很 厉害吧 今天的足球比赛 张校长也来给我们助阵 王老师也不像早上那样严肃了 他现在就是我们的超级粉丝 甚至还正是了我们的爸爸妈妈 贯亚jes . 你 voen bae 你带着 está在第2个半后赛 哎 我哥 你带着真ola 我们带着真ola 对 我的小事 我哥 你带着跟他 我说 我说 classical 我猜在我们的学校里 一定藏着一个神秘的魔法源头 是他给了王老师超能力 让王老师可以更轻松地完成工作 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我们相处 他也让爸爸妈妈走进了我们的校园生活 他甚至还能替我们存下好多好多照片 等我长大了 这些都将是最美好的童年回忆 王老师有超能力的秘密 千万不可以告诉别人哦